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 前些日子做了提拉米苏 然后有粉丝问 剩下的马斯卡棚可以拿来做些什么呢 我想有一款这些年风靡整个烘焙圈的巴斯克芝士蛋糕 大家一定听说过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马斯卡棚来制作一款清爽版的巴斯克焦香芝士蛋糕 这是一个六寸的火底的蛋糕膜 我们要在里面铺一张烘焙纸 我的做法是先用底部的这一块盖子把烘焙纸给压下去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纸可以铺的比较服贴 然后就压着底部把周围的这些再整理整齐 然后再把这个底膜给装回去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烘焙纸几乎已经是定型了的 铺完烘焙纸以后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来准备蛋糕糊 200克的马斯卡棚芝士 我加了1分之1小勺的柠檬汁 45克的白砂糖 然后就用电动打蛋器把它们搅打至一个非常顺滑的状态 其实这里用蛋抽手动打也是完全可以的 只是用电动打蛋器可以更为省力一些 然后分次加入两个鸡蛋 再把它们搅打至完全融合在一起 接着就缓缓地倒入100克的淡奶油 继续把它们混合均匀 筛入10克的低筋面粉 用橡皮刮刀把它们混合拌匀 因为面粉所占的比例非常的少 所以你在拌合的过程中觉得怎么办都会有一些小颗粒存在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面糊过筛两次 在这样过筛碾压的过程中 这些本来没有被拌匀的面粉 也就会充分地混合到面糊里面了 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过筛两次的面糊 倒入刚刚我们已经铺了烘焙纸的模具当中 然后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200度烤30分钟 不需要用水预法 也不用在意表面是否有开裂 刚刚出炉的芝士蛋糕 它其实是并没有完全熟的 所以你看晃动的时候它会抖动 等到不烫了以后 我们把它们放进冰箱冷藏一碗 冷藏过后的巴斯克芝士蛋糕 它会回缩会塌陷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 可能这就是它会风靡的原因吧 因为它真的非常简单 而且好像你怎么对待它都可以 原版的巴斯克芝士蛋糕呢 使用的是大量的奶油奶酪 所以是有非常浓郁的芝士味的 因为今天这款我们是为了消耗 多余的马斯卡棚嘛 所以它的口感会比较清爽 如果你家里刚好有剩余的马斯卡棚 又刚好如果你并不是那么喜欢 太过浓郁的芝士味的话 的确是建议你可以试一试的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 好 我们下次再见